所以趁著接下來有個七夕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一個寶足的驚喜給他 我拿出個相機 好啦,你可以看過來了 Hello 大家好,小萊姆,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 熟悉的內蕉的觀眾都會知道 我每年都會預備一個精心的 驚喜給屎嫂的生日 但剛剛過去的5月24號 我就忘記了這件事 不可以說是忘,應該是忘 太忙了,沒空預備一個生日禮物給他 所以趁著接下來有個七夕 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一個寶足的驚喜給他 那至於禮物的部分,我就預備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之前去買的一件事 去片 我已經說好了買什麼了 所以今天來到新都會 就是前面選的店,Let's go 好,來吧 如果我想選這個鏢子給我老婆 剛才我看到一個是有一個套手牙的 可以介紹一下嗎 對啊,就是這個 我問這個,有沒有其他顏色 還有一個銀色的 噢 顏色很漂亮 這個多少寸錶面 這個32mm 另外如果小一點 小一點就28mm OK 這隻很漂亮 我想問這個是不是可以配不同色的 是啊 如果我本身買了這隻錶 是銀色你就可以配合銀色 噢 OK Thank you 那至於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神秘的驚喜來的 當屎嫂看到的時候 她應該會非常之開心 並且是超級無敵實用 她是很需要這件事 那至於什麼呢 等屎嫂收到的時候 大家都一齊看到了 那第二份是什麼呢 需要一些手作的 那我現在呢就在這裡預備著 有些卡紙 這個時候是否可以留言去猜一下 這一份禮物到底是什麼 我保證你們 完全 絕對 猜不到 哈 今天呢 屎嫂用成都片返回香港 所以今天呢 特地 早上一陣子 來接機 很緊張 突然間 為什麼會很緊張呢 不應該是這樣的啊 你好啊 我掛著你 早安 我拿著那個相機 耶 哈囉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呢 驚喜 好像是求婚似的 對啊 我想跟你說 耶 你是不是說完了 你要跟我說什麼 我先來 Dreams are my reality 不要咪了 有咯有 我剛跟你說過你是不是送給你 有 有 之前我生日 我沒有送過禮物給你 然後接下來呢 又快要七夕 所以我預備了一份禮物送給你 有兩份禮物的 第一份禮物呢 就是這一份 那這一份呢 是我預備了很久的禮物 還有這一陣子我們都沒有在一起 但是 沒有想跟你說你 都是這麼愛你 你很關注 啊 跟剛剛結婚的時候的愛 沒有變少到 越來越多 越來越愛你 我預備了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呢 是一些很實用的 你會很喜歡的東西 好啦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一張一張 哈哈哈哈 第一張就是 好可愛啊這個 一小時聊天券 那就可以免費升級到這個 對網聊天 聊天也要拿券啊 你看看這個老公現在 不是這張是無限使用的 蛤 是無限使用 即是我打出來就可以 對啦 只要你要戴在身上 你就可以戴在身上 要戴在身上 好 第二張 這個是一小時的腳底按摩券 嘩 就現在麻煩 現在你脫鞋 哈哈哈 你脫鞋 第三張 就是一世買衣不抱怨券 哈哈 那你就可以任買衣 那這個你一向都不會抱怨的啦 因為你還買到一個 不是 不是這樣的 任吃任何甜品啊 是啊 所以你要做一個肥婆 那你吃不吃的 我不吃 我不知道吃甜品 那為什麼一世任陪吃任何甜品 OK 陪吃 免費升級陪吃 這個是一小時的電話 這個是可以免費升級Facetime的 是不是很棒 大家知道我老公在自己沒有空 不是不是 不是 經常都要做東西 看著那個天堂 看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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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還有一張 哇 這個是全天不公 這張最珍貴的 可不可以十天啊 成十的 不行 哈哈 這個是不公 不做任何工作 這些權力送給你 然後另外還有一份禮物送給你 好 現在 Billy你夾起來的 好啦 你可以看過來 好 你的禮物送給你的 準備好了嗎 1 2 3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是好漂亮 是不是好漂亮 是不是好漂亮 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是永生派來的 真的是真的 亦都是可以放好位 然後呢 就想送這一隻錶給你 嘩嘩 哇 好漂亮喔 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 它是很Elegant 所以我就把它送給你 你可以脫下這一隻 這是什麼 這是一隻手鴨 那你就可以戴一隻手 還有戴兩隻錶 你戴到我又 我怕你戴不戴到 你手粗了 哈哈哈哈 我拿QPON 我幫你拿一件先 我拿一件的錶出來 拜拜 其實同一個系列 不過這個不是金屬的錶帶 這個是金屬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 追親 我的高桂 那你呢 我是垃圾 我做個垃圾 長留戀與你家 好了 我們出發了 走 咦 當然啦 我買東西有節 怎麼會不給大家 我買得有 你們 都會有 現在知道DW官網 和實體店買東西 輸入 SLIME3D這個曲 你就會享有八五折的優惠 你有沒有聽錯 我是真的八五折 I-SUN此時中台灣捧人 可以用這個UK麻劑 翻網迷 在八月二號至十七號期間 有個DW七夕情人照度 只要你買任何手錶 可以配手額 或者是配錶帶 只要在180元之後 獲得一個七夕限定 玫瑰花禮盒 大家看到包裝是超級美 我第一次打開的時候 我是有驚喜的 還有盒子真的超級大 而且那些花是真花 永生花 還可以保持很久很久都不會壞 好了這影片到這裡了 摺完屎嫂姬 他來了香港之後 他已經去日本玩了 他這次竟然扔下我自己一個去日本 實在太可悔了 大家留意到他的頻道 知道他去日本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想要到我下方留言追蹤 訂閱我 我是小萊姆 按個鐘仔 下次再看 四至五六點半 跟他有時間再見 掰掰